诗篇第139篇 耶和华 你见察了我 你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知道 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我的一切行为 你都熟悉 耶和华 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 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 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理解的 高超 是我不能达到的 我到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 逃避你的面呢 如果我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如果我在阴间下塌 你也在那里 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的极处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仍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如果我说 愿黑暗遮盖我 愿我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 但对你来说 黑暗也不算是黑暗 黑夜必如同白昼一样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 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 在我母腹中 你塑造了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隐秘处被造 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那时 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 为我锁定的日子 我还未度过一日 都完全记在你的侧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对我多么珍贵 树木何等众多 如果我数点 他们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然与你同在 神啊 甚愿你杀入恶人 你们留人血的啊 离开我去吧 他们恶意说话顶撞你 你的仇敌忘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怎能不恨恶他们呢 起来攻击你的 我怎能不厌恶他们呢 我极度恨恶他们 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发行吗 我需要我 我需要你 流民的嘅